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第一炉香不负责影评》 今天要聊聊关于说最新的一部上档电影叫做《第一炉香》 他的电影男女主角呢,分别是金马影后马思纯 跟所谓的男神彭于燕 这两个人搭在一起蹦出一个很奇妙的火花 因为本身是媒体从业人员嘛 所以刚好有机会可以抢先大家一两天可以先去看一下这部片 那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说我看完之后的新的 我会非常诚实,不管好坏都会讲给大家听 但是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今天没有要介绍餐厅了 今天要来继续的延续聊一下 李静雷,你知道雷神所耳 他又开始拿起他的锤子来锤人了 那今天我没有想要把它发展成个主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累了 我就简单的稍微讲一下最近发生的进度为何 李静雷昨天呢半夜十一点多的时候又发了一个声明 声明里面呢就讲到说 他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三周受到很多人的关怀啊 然后很多人的问候他都感激在心 然后也细数一下这几天他的跟小孩子的相处 跟他很期待王力宏解除隔离之后回到家里 但是重点来了 他整个声明里面就开始提到说 当初王力宏已经解隔离了嘛 所以大家也知道李静雷也因此就是非常的期待说 哦他可以回来看看小孩子啊 小孩子都很思念爸爸这样子 那他就是因故就是跟他联络 直接跟王力宏联络都未果 所以呢王力宏就直接就是要绕一圈 他一直希望从美国调解员那边来联系李静雷 中间反正就联系了速度之后 他们的结论就是李静雷希望说 哎他明天可以出现 也约定好这个时间了 那王力宏呢就片面都一直不直接跟李静雷联络 李静雷后来只得到美国调解员半夜的一个讯息说 他明天会带两个男性的熟视工作人员回家 然后跟他一起就是回去这样 那李静雷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家里就是只有三个小孩子跟我 然后你要带两个男人进来的感觉 就跟当初他们有约定好一个说 他们签订一个协议说 探视时间除了两个人以外 如果有其他人要出现的话 必须经过双方同意才可以进来家里面 所以李静雷后续就是发现说 他很像坚持要做这件事情 结果隔天 王力宏真的带了两名工作人员 而且还二加一 后面还偷塞了一个保全 后续他就这样就是直闯他的家门 然后想要进去 然后李静雷就是借由那个猫眼或监视机 发现说 哎你不是跟你讲就是希望就是一个人回来吗 他们可能中间隔着铁门有在沟通 李静雷可能希望他一个人进来 王力宏但是坚持 他工作人员不会撤这样子 然后李静雷此时 从监视器画面中发现说 除了他所有的这两个工作人员之外 还有第三个男性 然后甚至那工作人员还暗示第三个男性 说你退后一点会被看到 所以李静雷就很害怕 说到底想怎样 就是你不是跟我说好两个男生 不给你进来就算 竟然还有第三个人 然后你们这四个男生到底是想怎样 所以李静雷单方面就有点恐惧 甚至就是说 不知道王力宏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所以后来呢 就发了这个声明 但后续他最后面的声明还有两点 第一点就在说 最近可能王力宏有一些水军啊 一些小动作频频啊 第二点是关于说 回应百兔的工作室之前 就是你知道经过21天之后 百兔就发出了一个声明说 他等了21天 李静雷都没回复啊 就是他有提供李静雷一些警察 就是所谓的公安 他在中国嘛 所以中国叫公安 公安的联络方法 但是李静雷就是遗读不回这样子 那李静雷在这个声明里面 他也就以一个影片做一个回复 他说 我的那个微博的信箱里面 有一千五百多则的讯息 然后他就用那个搜寻 就是百兔工作室 就收不到这个讯息 他说他就是感觉就是没有收到 那百兔大概在隔了没多久 立刻在他的微博又回复说 也用了影片的形式说 他就点那个李静雷头像 点私讯 就发现说 就有那个讯息 那就是现在就是有点罗生门 不确定百兔到底有没有记 也不确定李静雷是有看到还是没看到 反正现在就两遭说法了 就等李静雷的最新的声明 那关于李静雷 对王力宏这边呢 写完这个声明 半夜11点多 出了这个声明之后呢 王力宏他没有发出正式的声明稿 但是有很多的传闻 他经纪人的说法啦 说李静雷为什么 如果这么害怕 为什么不报警啊 还有另外一个媒体就指出 王力宏的工作室有发表说 那两个工作人员 其实是已经熟识12年的生活助力 这样子 说是他们两个都熟识 然后也讲到说 觉得李静雷可能是想象力太丰富 才会把那个王力宏的 所作所为想得很可怕 甚至就讲到说 那如果真的觉得 王力宏的行为这么不OK的话 为什么不报警呢 然后甚至就讲说 他的这些作为 王力宏的这些作为 其实是律师建议的 然后也是说 那李静雷如果对这方面 有一些疑虑的话 为什么不走司法途径啊 甚至说那你就提出证据嘛 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 让你觉得很可怕的话 那为什么不拿出证据呢 而就在那个半夜的时候 就是疯疯活活的 王力宏的工作室啊 经纪人就陆续的放话这样 李静雷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就又快速的 写了一页的声明 有七点 就关于说 我们结婚才八年 怎么会有一个 十二年夫妻生活助理呢 他说那个其实 你的私人助理吧 就是其实 那是你熟识的人 受雇于你 长期听命于你 对你唯命是从的男子 然后第二点 就关于报警这件事情 他说他有报警 然后对于他想象力 丰富这件事情 他觉得说 我都有证据啊 你觉得我哪边是想象的 我可以佐证 第四点 关于说想看孩子这件事情 他就是在解释说 双方之前就已经有讲好 就是必须要确认 双方都同意 有第三人存在的必要 才有那个人 才能够出现这样 那第五点 关于说没有报道小孩子 觉得很可惜 然后就偷偷的 就有点小爆料说 当初王力宏 在事情爆发之前 其实他是打算 农历年才要回台湾就对了 然后关于说 律师建议的部分 他说哪个律师会建议说 就是你的当事人 去看小孩子的时候 要带三个男性 而且还要要求拔尖士气 他说这些事情 总总就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对小孩子 也是人身安全有点危险 那第六点 关于说 关于司法 他说他会 他打算会走司法的途径 去做后续的一些作为 那第七点 关于说有政治就提供 这点最精彩 他就说好 如果你同意 我就跑虎这样子 然后夸虎 原本就是不想说的 这么多不堪的事情 但包括很多的隐私 也不知道什么该遮蔽 什么不该遮蔽 其实就是说 他手上还握了很多证据 王力宏如果 就是确定 要把他这件事情 摊开来讲 他希望我拿出证据 他也没再怕 这样子 那目前公布到这些 后续还有一些 小道消息 大家就想说 那如果要找第三者 到底要找谁才合适呢 就媒体就去问说 那李静蕾 就直接问李静蕾 说那找黑人可以吗 那李静蕾的意思是说 黑人是蛮熟的 没有错 但是黑人跟他三个小孩子 其实根本没看过 他三个小孩子 然后就有媒体去问李静蕾说 那侯佩晨可以吧 因为侯佩晨跟李静蕾 一样是四象是麻吉 李静蕾第一时间是说 侯佩晨不好吧 但他也没有直接否论 他的理由 后来就追问说 为什么不好 他说因为 毕竟侯佩晨 是自己的朋友吧 王力宏我觉得很怪 所以他就说 其实如果王力宏OK 我就OK 他意思有点像这种概念 所以现在声明到此 目前是 1月12号的晚间 那我不知道后续 会不会有再有 所谓的声明站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早点发声明 不要让一些小编们 又熬夜 再发一些新闻稿了 好 就是关于第二季上映的 雷神索尔 就是雷神的第二波公式 然后后续应该会有些消息 再跟大家update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第一炉香的不负责影评 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改编自 华语文坛的传奇作家 张爱嘉的成名作 焚香炉第一炉香 我跟你说 为了这部电影 它当初刚开始开拍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蛮爱张爱玲的 她之前的半生缘的书 我大学的时候读到 真的是背脊发凉 然后全身冒汗 然后后面真的很感人 所以这部片要上映之前 我就特地去买了小说 《倾城之恋》里面的 短篇小说 就是第一炉香 然后看完她的故事结构 其实跟电影演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现在的真结点 就在说 喜欢张爱玲小说的人 就会从那个文本里面的 蛛丝马迹 从她当时在阅读时候 所想象出来的画面 去对照电影 也因如此 当这部电影的评价 就非常的良极 但是讲到这里 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 宋怡朗呢 她其实也有参与 这部电影的制作 宋怡朗也说到说 要翻拍张爱玲的文学著作 要把它变成电影 就是这个压力是超级大 因为书名都很在意里面的细节 但她觉得 雪安华导演 就这部第一炉香 的导演雪安华 已经算是最适合的人选了 她当初 有翻拍过所有的《倾存之恋》 那后续 经过这么多年 她现在又在翻拍第一炉香 她觉得这部电影 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 那讲到这 就是我自己来一个 不负责的影评 就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 先讲三个 我觉得看点在哪里 这部电影呢 最大的看点 莫过的就是 彭于晏的 撩妹招数 就是很多她的粉丝 看这部片 你应该就比比阿球 整部电影就是 怎么会是 让彭于晏逗得 花枝烂蝉 因为就是你知道 我在那个电影院里面 看到很多女性 只要彭于晏在讲一些撩妹的话 或是一些土味情话 她们就会笑得 乱七八糟的 是仿佛 ASM 因为彭于晏在 剧中有很多桥段 都在女生的耳边 讲一些 很恶心的 那种调情话语 这个东西 对于彭于晏的粉丝 真的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电影 而且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激情戏 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朋友 也会让你有很多的幻想 而这是看点之一 就是对我们的肤浅 现在第二个看点呢 就是 她的复古奢华的 整个厂布啊 美术啊 服装啊 道具 真的都完整还原 那个时代的香港 就是很洋气 她们想说很洋气 然后又很有那个年代的风味 那年代那种 上流社会是怎么样 过日子的啊 穿衣服多讲究啊 或是头发塞得多漂亮啊 就是很多的细节 都在这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 而且色调非常的美 就是里面的用色 不管是服装用色 跟她的厂布的配色 墙面啊 或是她就完全还原 那个书中 讲到那个白色的 你知道别墅 在那个山里面 然后又有烟雾缭绕 很湿 因为一直在下雨 我觉得她的厂布啊 美术啊 服装啊 甚至一些细节的设定 都完整把张海玲笔下的那个结构 跟她的那当时看到所见所闻 都尽可能的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这是第二个看点 第三个看点呢 莫过于就是里面的几个 我觉得让人为之一亮的 所谓的演员 像是那五十岁的 于飞红 演姑妈的那一个人 演姑妈那一个人 在里面真的是爽翻天 穿遍滑服 然后又可以耍剑 又可以游历于各个男人之间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演得很好的就是 梁洛诗 我觉得她这个选角选得非常好 因为在书中的这个角色 本来就是混血儿 那梁洛诗 她算是中间人生 真的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生了小孩 然后感情未果 然后后来又回到影滩来 她的外形还是keep的非常好 所以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选角选得很好 那在这部片里面 我刚刚说的姑妈 也是非常大的亮点 我觉得她里面的戏 跟她里面的姿态 就是完整的把那个书中 里面那个很势快 然后又 其实内心很脆弱 但是外表中间强 但是内心非常的孤独跟寂寞的 那个角色的层次演得非常好 那这就是看点三 讲完这部片的优点 当然要来讲讲一些小缺点 小缺点的部分呢 我觉得第一个小缺点就是 一 角色 气质 这件事情 我以一个就是喜欢张爱玲小说的人来说 就是我很在意里面的那个角色 你幻想出来的那个角色长得怎么样 跟实际在电影里面看到 有时候就会不一样 但不一样 有时候是不好的不一样 但这部片的不一样 会让你觉得 嗯 你懂吗 就是她的角色其实 马思纯 我觉得她演技非常在线 你不能说她演技不好 她演技很好 但是她这个角色呢 就会觉得说 跟书中那个揉络 然后你就是非常的 很稚嫩的那个感觉 又有一点不太的 match到 就不够揉络 她演技算很好 但是就不是那种很鲜弱的漏弱 那这点就会让你当初跟你看书的那感觉不太一样 那更不用讲 瞧其瞧这个角色 彭于燕 彭于燕本身就是一个肤色比较油黑 又很阳光健康 说实在来 彭于燕每次出现 就会觉得在演现代偶像剧 就是她太现代了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如果她今天的设定是 她直接把这本书 她把她的故事沿用 但是她打乱这个时空背景 或是她就是作为改编 她直接挑明的说 我就是改编 我没有要照她原本的那个文本走 你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葛维隆 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瞧其瞧 那你去设定那个人物的特色 或是人物的长相 就是跟书中的长相完全不一样 那也没关系 但这部电影它又是想要 就是跟那个小说里面的文字走 就是它完全的一些什么长布啊 叙述啊 走向 都是跟张爱玲的写作里面的感觉 或是呈现出来的风格都是一样的 那但是角色刚好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而这一点就会让她觉得说 就是跟你想象中的第一录像里面的男女主角 就是葛维隆啊 或是乔七乔啊 就是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 有时候不一样是好事 但是这部片给我的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很像不太好 这是我觉得小缺点之一 那第二点就是延续第一点 就是我觉得男女主角的配对跟选择 我觉得没有chemistry 就是两个人放在一起 今天两个演了很多的激情戏在这部电影里面 今天走到电影的最后 我倒是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 就是怎么就是没有那个火花 你知道吗 那个火花就拦不起啊 反而是彭于晏跟你面另外一个角色 宁儿就是由张军宁所饰演的一个婢女 他跟你面这个婢女的那个chemistry 反而觉得说 就是有点什么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针对 有可能啊 我必须说台湾的观众有可能 是因为他们两个之前也穿过肥 我现在两个是台湾人 口音对起来就觉得说 看起来特别的顺眼 因为在里面 第三点就来了 第三点就是口音 口音这件事情真的是 虽然彭于晏在里面的设定是 外国人混血儿 但其实对照葛维隆 跟他的姑妈 那个很标准的金片子 而且即便他们的里面应该是上海人 但是也没有上海枪 就是口音这件事情 会让你就是百般的觉得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懂吗 就是你讲说 里面的口音就让你觉得很混乱 而这有时候也就会让你小小的出戏 就是我觉得彭于晏的 讲话的里面很多笑点 扑得很好 他把他这个人的魅力演得很好 那里面有些笑点 我觉得他就是太现代 就是他不是感觉在那个年代 会出现的用词啊 或口音 当然我就是讲到说 如果你今天就是主导 我就是改编 好吧 我就改编 我时空背景 一样 可是我觉得里面的人物的人设 个性一样 可是我把他的风格变得不一样 那就OK 可是你就是想主打 原汁原味的还原他笔下的人物 那那时候就觉得说 就有点可惜 小可惜 那第四点就是关于说 转场太跳这件事情 因为我本身是看完小说之后 才去看电影 所以我知道他的走向 跟我知道他明确是走下一场戏 可能或是还要干什么 但是他前半段 我必须说电影前半段 他的跳场 他有时候是比方说 这个女的走进去屋子里面 但是他就接到下一个时空背景去了 那或是这个人走出户外 但是你知道说他衣服换了 那你就 可是问一下 你如果今天没有看过小说的人 你去看这部电影前半段 你会觉得说 诶 他不是走进屋子里面 他怎么突然换了一件衣服 可是他其实在告诉你说 他已经去隔了好几天 或是又过了一阵子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文字的辅助的情况之下呢 但我看过小说的人 我当然知道说 OK他接下来要演哪个桥段呢 因为我看过内文了 但是没有看过小说的人 可能就会想说 诶 他刚刚不是走进自己家吗 怎么走进去之后 怎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时空背景 就是会有点搞不清楚 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或是现在时空是往前还是往后 就会有点太跳 那这个跳 我不确定是故意的 还是说就是 他就是想要照原著的 原著就是会这样跳 因为他的文学的作品 有时候就是他可能讲完这个之后 他可能隔个两行 他就开始再讲下个故事 但是电影的做法 有时候可能要稍微讲 说他现在就是去哪里的 或是他是几天后 什么这些的 可是他并没有 就是他直接就跳了 那有可能如果你对这个小说 不是很熟悉的人 你前面看的时候 你会有点 诶 有点突兀 因为就想说 怎么突然换衣服了 那这是我个人看到的小缺点 但我觉得他爱之深 则之切 因为我非常喜欢 就是张亚琳的作品 所以这部电影 那时候要上架 我觉得期待非常高 而且又是彭于晏演的 又是马思纯演的 又是张俊宁演的 又是集结很多的大咖 我对他的评价 就会比较要求一点 希望就是 大家听我们不要太神奇 就是我个人的浅见 我就想跟你分享 就是我个人 最直观的意见 好吧 因为我没有收费 我但是只是去看那个试影而已 好 那这就是关于说 第一录像 我看完的首轮的 就是心得感想 再次提供给你做参考 但我还是觉得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本身喜欢张亚琳的作品的话 那这样如果你是 彭于晏的粉丝 真的是必看 好吗 好啦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可以留言的话 也欢迎去留下一些意见 给我知道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IG 你可以私信给我跟我联系 如果你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 欢迎去留下五星的评价 请下点意见 我都去看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 咱们